今天在市场买了点虾 来做个鲜虾豆腐包 先把虾洗干净 自己调15块钱 洗干净的香菇先来切片 洋葱切成小块 再切一点葱姜蒜 香菜切断备用 豆腐来切成块 切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现在把豆腐煎一下 锅烧热下一点油 把豆腐放在锅里 煎豆腐的时候 上面来撒一点点盐 让豆腐比较入味 又也在挑 这个有点好酸的筷子 里面煎好来翻炖面 煎到两面这样红红的 就把它夹在大锅里备用 再来把配料炒一下 再加一点油 油烧热把冰姜蒜 还有洋葱 再把它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 把姜锅带来煎 姜锅炒出断生后 把它捞出来放在炸锅里 稍微把它铺平 再加一点油在锅里 我们把虾头炒出虾油来 炒出虾油后来倒清水 让它煮一下 煮开后把这个虾头夹出来 不要 再调个味 加一勺盐 少许的生抽 一勺蚝油 再来点胡椒粉 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先把汤汁倒在砂锅里 再把虾灌进去 盖上盖子 煮个两三分钟 时间到了 来撒上一点香菜 就可以开饭了 先下豆腐包就做好了 鲜香入味简单又营养 想吃吗 想吃记得关注我